李教授他的国际视野是特别特别的高 那这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在台湾 就我的一个所知了 那台湾胸外界有两位 就是经过获得了这个美国胸外界的这个院士的一个认证 就是我们所谓的ATS的这个member为二 那那个李教授就 李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那这个是相当 等于是不止他的这个领域的 这个方面领域的成就 不止在台湾获得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 是我们的前理事长之外呢 那甚至在整个国际视野 那在美国的这个AATS的这个 的这个会员的这个苏融 事实上台湾是走出台湾的 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突破 那这其实也不止说美国 那包括他在亚洲 事实上他现在也是身兼相当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ATAP的这个理事这个教育的这个理事长 那这个是这个关乌整个全亚洲 包括东亚北亚甚至到南亚东南亚等等 这些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community 这个整个胸外的community 他也是在这方面在做教育 以及做这个手术胸外科手术的一个相当这个领导的一个 leadership的一个领导者这样子 那也甚至到在对岸的这个这个中国大陆 也是相当他也是相当富有相当的一个盛名这样子 我民国80年的时候进入台大外科 是 台大外科进行的时候 那时候台大是在旧大楼 那时候就刚好旧大楼接了下来 马上就进入到新大楼 所以算是一个一个时代 我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接 那在我住院医师过的训练过程当中 李源吉教授 是 那时候陈伦他对我算是非常的照顾 那也提到现在在外科心内 以及在胸腔外科种种的问题 还有他将来可能的一个发展 那从他的身上从他的对谈当中 我发现对胸腔外科产生了兴趣 所以从那个时候 那时候还在不分科的跟心脏外科不分科的时代 那时候就去做胸腔外科 到美国去呢 最大的就是说 让我知道说 这个突破我们以前的限制 那个自我限制 因为胸腔外科 胸腔外科 以前就是我们做胸腔筋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开始到必须要开肚子 开肚子 如果要做胸腔筋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领域 但是到必须要做 最大的老师说 这个人家做也可以做 而且做得也是很顺利 也是可以做得成功 所以最主要就是 鼓起让我有一个信心 可以往这边做 所以觉得将来这条路是可行的 而且人家这样做没有问题 那只要把必要的问题 把它克服就是OK 但是呢 就是最基本的 但到日本最大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 我在那边看到一些基本的手术技巧 嗯 你发现在出 是 然后再过来就如何去奉合 那因为台大 那个台湾的那个迟到来 跟日本是非常的像 是 跟亚洲人 亚洲人 因为我们都是亚洲人 事实上它的问题是 在美国有时候是碰不到的 如果这个基本的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那将来病人开完道以后还是一样漏 这个就 这个即使是微创 他也会失去他的这个 临床上面的好处 所以这一个病人 他可以这样很迅速的恢复 而且迅速恢复以后 他吃东西都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漏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确定把这个 这样清除 可以这样很安全 很安心的这样拖出去 所以这个是我从日本还有那个 还有就是从PIZZA那边得到一个最大的收入 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把那个胃管游离 几岁的案例 几岁了 第一个那时候是五十几岁 五十几岁 那时候我们地理 那时候地理 那时候是在一般外科 那时候是在那个 赖衣离 现在是我们赖衣离副演长 他两个一起协助之下 那我们把他完成副腔镜 那这整个过程 事实上赖教授本身他都副腔镜 包括那时候是他做气味的手术 也做得很熟 所以胃管的游离 那些对待来讲 也整个过程都很顺利 但是另外一個位置就是說 胃管的游離以後 那我們要把它拉到脖子上面去 把那個胃拉到脖子 頸部做重建 那個就非常的困難 那時候就掛了九牛二五之力 才勉強把它拉上去 當時那個案例是因為你有經手 你發現到從胃管一到之後 到這邊它的難度很高 可是當時你經手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案例後來有沒有成功 還是說這個經手後來就是 讓它擺在裡面 還是有成功 還是有成功 但是成功的 成功的很辛苦 但是一個完整的手術 不應該那麼辛苦 在做我一生當中 影響我最深刻的 有三個市長 一個當然我是入門的 我的入門的導師 理由紀教授 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老師 事實上他在再次的時候 他對我事實上也是非常的嚴厲 也是不假顏色 常常很多東西 對我做的常常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管是正面 不管是反面 而且是反面常常是居多 就是說 你這樣做的不對 那你這樣也不可以 事實上 但是他 無疑的就是我生命當中的貴人 他把我帶進胸胸外科的這個領域 第二個就是 李俊仁教授 他這也是我們胸胸外科的 胸胸外科的 資深的老師 做台灣 亞洲第一的生長移植 李俊仁教授 他就說 你除了對你自己的那個 研究 對你的那個本業以外 一定要做一些 研究 那這次的研究呢 以Reach 你的那個 Clinical Result 你Reach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對我來講 很大的啟發 第三位 第三位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披士堡 披士堡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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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實上 從那裡有 對我 失道著微創的手術 失道著微創的手術 事實上 如果沒有他 就在那邊 那種 因緣的計合 事實上 今天我就沒有 很大的 很大的 花了那麼多的心思 外科醫師 要可以做一個 我們不只是要做個 成功的外科醫師 而且要做個 很重要是要做個 快樂的外科醫師 那這個 外科醫師 要如何可以快樂 裡面這個 講的平衡很重要 工作呢 有時候就是 四可而止 四可而止 那這個 四可而止 大概如何跟家庭 平衡 不太容易 但是我覺得 是 有勇敢的一個 一個嘗試 所以一個 掌握事情的核心 然後可以 可以 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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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各個的 取一個平衡點 是 這兩個是重要的 這個 台大事實上 在 從過去來 知道嗎 也承接了很多的 社會資源在裡面 但是承接社會資源 事實上 相對來講 本身呢 你承接這些資源 你要相當的 圍困才可以 如果你承接 但是沒有這個違規 將來 我發覺 這個將來都會 有不好的結構 我們每個 誠意的過程當中 每個人都會有 挫折 每個人都會有成就 那挫折的時候 要有那個 承受 走過去 挫折的 走過去的這個勇氣 傳過水文 有那種氣魄 然後 得到那個成就以後 要有那個氣度 第一個 可以跟人家分享 然後再過來 要知道 感覺上 這些的東西呢 不是自己的成就 事實上是整個團隊的 整個團隊的結果 那我們 如果把它 歸為己有的話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 事實上這是一個錯誤的 而且將來也是 一個很不好的結構 那些人 就要做到 那些人 有些人 的 會不會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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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